字幕志愿者 李沈天 未能 我們第一會的嘉賓 早上好 早上好 真的不免俗的 我要先非常非常感恩的 我們的船達康北部的 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的徐氣糧 榮運飛馬3 給我這個榮耀跟機會 站在這個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我所要分享的主題 就是商品 產品 那我想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何美蘭 何美蘭 何美蘭 所以呢 大家有人就叫我何美蘭 好 然後呢 我先生呢 我跟我先生在新營開了一間眼科診所 我們快開了大概有30年的這個成績了 那講到商品的時候呢 我想先講商品之前 我要先講我的跟產品 怎麼會結合在一起 那三十幾年前 我其實身體真的很差 因為我患了早衰症 什麼叫早衰症 就是我三十幾歲我就停經了 聽起來很可怕 以前只有新營人知道我停經 現在連虎偉人都知道我停經了 好 然後呢 而且體重下降到幾公斤 何美蘭 何美蘭 36公斤 好可怕 那段可怕的日子 我又停經 然後我又36公斤 所以呢 我的好朋友有時候都跟我說 何美蘭 你是來不生一個先生嗎 人家生前女兒又是怎麼樣 白白又胖胖 那是綿綿跟黑達山 所以呢 我那時候我也是很可 怎麼講 那段日子很可憐啊 也很想把自己弄得 就像以前那麼漂亮 因為呢 我以前在高雄長庚醫院工作 那人家第一個 實習醫師來 第一個都要說 我要去五滴看美蘭 齁 那時候我是長庚之花 現在跟你說的 那是幾個以前的很可憐 好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是接觸產品 就是這個原因 那再來有一點 我記得那時候 還沒接觸產品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跟我先生說 陳醫師回來說 我們來種藍花好不好 你說什麼叫藍花 藍花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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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說 老公 我跟你講 我想做一個生意 就是我想要種藍花 我說你種藍花 你連我這顆藍花都種不好 你還想種藍花 那他想想也對耶 是不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來我是想分享 我妹妹的一個故事 我妹妹 她在小學二年級 還三年級的時候 很小在七八歲的時候 讓我媽媽騎機車 那個呢 就被一個九歲的 就撞上了 就酒駕的撞上 結果她彈飛了好遠 彈飛好遠 我接到消息的時候 馬上趕到這個 現場的時候呢 我才發現人都不見了 對不對 那時候就很擔心 就問了隔壁的人 她說 她喔 我說請問那個 剛才發生車禍的母女 她們到哪裡去了 她說 她喔 冠茶店的老闆 跟她在家裡 我現在就冠茶店的老闆 跟她在家裡 我就 靠到要死 她就說 沒有啦 她只是送去八年而已 然後呢 我想說 這個冠茶店的老闆 也是第一個做善事嘛 第二個她也覺得說 有可能做到生意 對不對 還好沒有做到生意 那但是呢 我這個妹妹那時候 就是在醫院 我差不多 她應該在醫院 有住三到五天 就是 嚴重的腦震盪 那雖然說她現在很正常 她今天也有來 她很正常 但是呢 就是有個後遺症 就是 常常會頭痛 常常會頭痛 好 那這是我 這兩年我才知道她會頭痛 因為她常常報喜不報憂 她不會跟我講她哪裡痛 她居然痛了三十幾年的頭痛 所以呢 我 認識到這個立惠這個產品 當初有人會跟我講說 立惠 這三面肉 人家都說什麼 立惠三面肉 很貴 很貴 不是很貴 是貴才會死去 貴才會死去 然後呢 我那時候 大家都說 太貴 那我吃不起 我吃不起 她就不想吃 但是其實我 我的想法是怎麼樣 哪有我好命人 要不吃過 這麼高貴的產品 這麼高貴的產品 我居然沒吃過 然後我倒想體驗看看 這個買回來吃 到底對我有什麼幫助 跟效果 所以那時候我就嘗試的 好 我的產品 那 其實我的產品 我今天不講OPP 剛才有人說 河美來你講OPP 很簡單 你不用擔心 我說我不講OPP OPP你們絕對困死一瓶 所以我說我不要講 我今天要講什麼 知道我的產品有幾項特性嗎 有八項特性 第一個是什麼 品牌性 然後科技性 周期性 安全性 功能性 故事性 獨特性 還有我們的堅持性 好 那我會一一的為各位說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優勢 那第一個品牌性 從第一代到第六代成分提升 那從第一代的五個成分 到第六代的十二個成分 那其實你看喔 第一代它第二個 它是一個蜂蛹的成分 但是呢 在當時就覺得說 蜜蜂是異寵 所以呢 會應該是用蜂蛹來擔這個產品 所以我們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時候 這個蜂蛹我們就拿掉了 到第三代就沒有了 好 那我記得我是2017年加入的 因為我剛好在第五代跟第六代之間 好 然後呢 其實好的產品 你會想吃以外 你會不會想要給家人吃 尤其是我那個老公 因為老公是我的搖籤術嘛 不是 應該是說經濟來源 那我希望他不斷的搖 不斷的搖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要給他身體要健康 他才可以嘛 好 但是呢 他就是不吃 那你也知道醫生很難被說服 你們有沒有去分享醫師的朋友 醫師真的很難被說服 他又說 你那個人體試驗報告啊 你們又沒有人體試驗報告 然後又沒有什麼 喔 就是 data 什麼的 我就很難說服他 那有一天呢 我就在化妝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老公你到底吃不吃幹細胞 他說 沒關係你吃就好 我想說 他不知道心裡是香鬼 不敢吃 還是那個太監嗜毒的那個心態 他想說 沒關係你先吃吃的 吃不吃怎麼吃 他講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態 反正他如果說他不吃 不吃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好啊 沒關係啊 你不吃 我吃這個 我會更年輕 更健康 更漂亮喔 但是你不吃你的 西條條 西條條料呢 你會有大批的遺產 我就把這個遺產呢 再嫁給別人 哇那多爽啊 他說 哇那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那我也要來吃 他說他也要來吃 他說要來吃 我說那有第五代跟第六代 我知道會比較強 那不然你就吃第五代好了 他說 沒有 我們講第六代 哈哈哈哈 所以他就在我的設計下跟激發下 他就開始吃了我們的幹細胞 那這是2018年有12個成分 再來我們講到品牌性 為什麼要講品牌性 他的品牌價值 好 台灣直銷前十大業績 搶先爆 誰是第一名 我們這麼小聲啊 第一名很不簡單 第一位對不對 好 在2021年我們是135億 到2015年是1億 成長了剛剛也有 主講的也有講 成長了135倍 那你想想看 品牌價值 我們在想iPhone好了 iPhone 現在到14了嘛 對 要排隊 一支現在多少錢 5萬多 5萬多嗎 好 為什麼iPhone5萬多 都有人排隊去買 然後有些手機是要靠 零元手機方案才能搭配 這個就是品牌價值的不同 那就像LV一樣 像我今天拿到LV 他甚至不是真皮喔 他只是帆布而已 可是為什麼他一個可以賣到10萬塊 就是人家的品牌這樣子 那我想這次去馬來西亞 大家都知道 我想要買一個小奈克的測杯 因為我發現 如果我今天穿得很休閒 穿得很貴氣 我那個包真的是百搭 所以我就想去買 可是我翻遍了整個張力機場 有沒有買得到 買不到 他們連機場 連張力機場這麼大的機場 都沒有設櫃 他們也不設櫃 所以呢 你可能要排隊去買 或者是要配貨才能買得到 對不對 這就是人家的品牌價值 那我們的品牌價值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做到台灣第一 這是我們的品牌價值 現在只要你是直銷業業者 講到立會我想沒有人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第一名 而且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業績 相差了有快三十億吧 那第二名的查理 其實我也買過他們的鍋子 他們的Sales還來我家 那個鍋子應該八千多塊吧 蒸鍋 好重有沒有 有沒有人買過 有 好重 我跟你講我就煮過那一次 因為我自己拿起來 好 所以呢 真的 就是東西要實用性 然後真的要有品牌價值 好再來 我們的堅持性 追求完美 從不漲價 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呢 光是我們眼科診所的掛號費 從二十幾年前的八十塊 漲到現在的一百五十塊 還有診所是兩百五十塊 為什麼要漲 小姐的薪水每年都在調 然後藥水藥膏成本也在調 那你說你不調行嗎 那我記得我媽媽那時候 我們家是做美髮的 我媽媽小時候一個洗一個頭是十五塊錢 到現在洗一個頭多少錢 兩百五成長幾倍 十五倍差不多十五倍左右 所以真的我們加量加值不加價 這個真的 我覺得老闆的這個堅持真的非常非常不簡單 再來我們講到功能性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都走到再生醫學了 那有一本富豪及名人的咪咪他寫說 活細胞療法是目前唯一能證實安全 並有效的逆轉老化的過程的方法 那我想這句話不是立惠人講的 也不是老闆講的 這是一位曾偉雄醫師 他寫了一本書裡面 他跟我們的立惠人產品不謀而合 所以我們就把他經過當事醫師的同意 我們把他結錄成一本小小的 就富豪與名人的秘密 他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逆轉老化細胞再生的這個效果 那講到這裡我要講到一個小見證 以前我是在大台南生命線當志工老師 就是欣甫老師 那我們的總幹事呢 我們跟他認識七八年了 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的外號有叫我何仙姑 因為可能姓何的關係 那我爸爸因為看疫情 所以都丟完何仙姑 我就說我掐指一算 然後呢 總幹事 你最近硬扛發黑 然後兩眼無神 然後又有嚴重的黑眼圈 你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說 沒有啦 我就是晚上睡不好 晚上睡 為什麼睡不好 沒有啦 就常常起來尿尿 為什麼常常起來尿尿 我就一直問他 結果他才跟我說 他是社戶性肥大 社戶性肥大 他一開始不好意思跟我講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是一種產品 真的蠻不錯 你要不要試試看 他當下考慮了大概十分鐘 因為他跟我說 他的同學 也是有一個社戶性肥大 他花了十五萬去做雷射手術 但是呢 他自己不敢去手術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他說那有個你試試看 結果那你知道那時候我們一套是七品 哪有什麼七正吉啊 七正吉 沒有一套就是七品而已 好他就忍痛買了他的Petille回去 結果吃到第四品的時候 我有一天就接到他的電話 他說來來你別人給我出來 別人給我出來 別人給我出來 你怎麼吃不吃 我說吃不吃 怎麼吃不吃 你是怎麼吃 他說 那什麼不是K嗎 你是要吃兩顆 兩顆吃下去 都會咖啡啊 這樣子我就一天就過去了 我想說我沒有那麼兩光吧 沒有 不至於說都沒有把這個消息 就是這個不用方式跟他講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他也是今年是五十六歲跟我同年 我就跟他說 我們這個年紀了 一定要吃到夠足夠的量 那我不知道各位你們都吃幾顆 三十顆 三十顆 三十顆的舉手 喔來我給你摩拜 一天吃三十顆 哇塞真的好棒喔 我現在好 讓我講聲鼓勵一下 好那那我就跟他說 你要多吃 量才會夠 然後你要多喝開水 到現在 他也是我的三星領袖 好所以真的是 好不簡單 好 而且我是想說 我可能要等他回去 好 好 所以呢 真的他有他的功能性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到科技性 我們為什麼說我們的膠囊 是活性的膠囊 因為我們診所常常就是會有那種AB管 好 AB管就是會怎樣 容易潮濕跟氧化 好 那第一個我們有五大技術喔 第一個叫做動肝保存技術 使活細胞保存並維持三到四年的生物活性 所以他是不是一顆活的細胞 活的膠囊 是 他是一顆活的膠囊 跟我們一般的膠囊是不一樣的 他是有生物活性的 好 第二個 氮氣活膠囊技術 因為他把打入氮氣以後 把氧氣趕出來 所以他就不會有這個 受潮 或是氧化的這個疑慮 好再來第三個技術叫做 腸溶胞衣技術 能耐胃酸被小腸吸收 達到三倍的吸收力 那我想一般健康食品都是差不多 都很不錯 但是能不能通過胃酸這個考驗 是真的很大很大的挑戰 因為如果你不能接受胃酸的考驗 你吃到腸子裡 你消耗到百分之二十 那就很可惜的 你的這些營養品 好對不對 好再來乳化技術 他能夠讓大分子的 大顆粒的分子 可以從 感到這個腸道乳迷的那個 細胞被吸收 那我想 這個就是大人跟小孩都可以吃的 因為大人有時候腸胃道老化 他不好吸收 那小孩子腸胃道也還沒成熟 也不好吸收 但是我們用奈米生態的方式 他就很容易吸收 再來生物活性膠狼技術 就是說我們整顆外表都是膠原蛋白 他更容易被小腸吸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製成我們一個 一個帕蒂爾的顆粒 除了這兩大技術以外 第三四五的技術都在強調 吸收吸收吸收對不對 吸收才是最關鍵的 那你們知道我們帕蒂爾一顆 生產帕蒂爾一顆 需要多少時間嗎 21個小時 21個小時 21個小時嗎 應該是好像17個小時 反正 還要加個4小時 還要加個4小時 還要烘乾 好 所以你看我們之間有很多專家 比我產品更厲害了 所以不像一般的保鮮食品 怎麼樣 粉末進來填充一下 就完成了 或者是定計塑型一下 就完成了 我們需要17到21個小時 甚至到24小時 等他乾了烘乾 然後製成 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我們再來看到 獨特性 好口服等同一注射效果 好在金週刊 當紅細胞療法 現代週刊 天價細胞療法 為什麼他說天價呢 因為細胞療法是最新的再生醫學 是但是為什麼 因為他要注射 那注射是動輒上百萬 但是而且注射當然比口服的效果好 但是請問你可以每天注射嗎 不可能嗎 所以如果說我們口服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吸收率可以達到80% 口服等同一注射 等於是我每天隨時都在補充我的幹細胞 我不用透過注射的方式 而且其實也有人跟我講過 他說美蘭 我跟你講 我曾經去注射過幹細胞 但是我覺得效果不好 我說你知道為什麼你效果不好嗎 因為幹細胞 它在活化再生的過程中 它是需要大量的營養分的 那你只有補充幹細胞 你沒有補充營養分 那當然就像一棵大樹 你給它水 你給它太陽 如果你這時候再給它一點養分 它是不是會長得更好 所以呢 我們的獨特性就是我們的口服可以代替注射 好再來 這個東西吃到肚子裡 你們講得這麼好 但是吃到肚子裡到底安不安全 到底安不安全 尤其是我是護理人員 那我是婦產科的護理人員 所以裡面有沒有磁激素荷爾蒙 有沒有類固醇抗生素興奮劑 還有一些藥物重金屬 這個我們都要很小心 因為說實在的 我自己吃 我給我的家人吃 我介紹我的朋友吃 我是不是要為他們的健康把關 所以我們有四張紐西蘭的證書 兩張新加坡安全證書 以及兩張台灣的安全證書 所以等於是吃下去 我們的健康是不用懷疑的 好 然後再來這是故事性 有無數個個案見證 因為呢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不可能我的症狀跟你完全一樣 那講到這個故事性 我要分享我一個貴姐朋友的這個經驗 剛開始我這個貴姐朋友呢 來聽OVB的時候 他聽到我們一瓶賣多少 一萬三千一碼 他跟我說 修 一百人有人說修 因為他們在日本 他是賣日本的玫瑰膠 一瓶是一萬八 所以他當然說修 而且他有四十年頭痛的毛病 他說他吃了大江南北 整個台灣島 吃到台灣外 他的頭痛要只有一個醫師能治好他 他每個月都要去拿慢籤 那你知道他對擔心的件事是什麼嗎 那個醫師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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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醫生瘋癢 醫生如果瘋癢癢 他要怎樣 很好笑 他不是擔心誰 他說 我太不肯 我醫生瘋癢癢 你知道瘋癢癢 之後我就沒辦法拿我可以吃 真的是 真的太好笑了 所以呢 因為他的頭痛有改善 他又介紹了一位校長夫妻 那個校長呢 他是退休校長 整個做武神經痛 他說他把他按摩 都把他翻身 那結果我這個夥伴就 就分享這個產品給他 有一天呢 他看到他太太 兩個人來 這個百貨公司找他 我跟你講 那時候你們的想法會怎麼樣 死啊 這聲音不知道怎樣 差啊 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 結果你們兩個人來實在感謝他 謝謝你推進這麼好的產品給我們 我才吃兩三個月 我的做武神經真的就好 所以 真的很多很多故事性 所以我常常會說 利惠 所以 Patea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你也不用擔心說 有時候我們會像吃藥 我們有時候會像 吃藥 我從頭到尾有吃嗎 沒關係 每天都要吃一半而已 沒關係 是不是這樣 好 他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尤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也希望他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管你是吃中式早餐 西式早餐 吃完早餐以後 就是配我們的Patea 但是千萬不要只吃兩顆 兩顆是適合那種十八歲 十六歲豆蔻少女 我們都是 不是豆蔻了 我們都是黃豆了 所以呢 要不要只吃兩顆 就是要看你的 當然看你的 就是身體的需要 那像我都吃八到十顆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再來看到我們的周期性 生活所需持續購買 請問你有沒有被強迫購買 還是上限強迫你買了 有上限強迫你買的舉手 我絕對 我一定去給他處理的 沒有 絕對沒有上限強迫你購買 為什麼我們會講說周期性 就是因為我們會自主健康管理 當你沒有了 就是你沒有那個存貨的時候 你會不會恐慌 會恐慌的舉手跟我一樣 會恐慌耶 存兩罐而已 存三罐而已 不會再存兩罐 存三罐而已 什麼存二十罐 我就開始恐慌了 是不是公司還有什麼活動 我要再借公司的活動 我可能要再下單 所以完全都不需要你去強迫購買 然後呢 可以看到我們直銷排行榜 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還在第七名 那時候銀額是35億 好 到了2018年 2020年 我們都在第三名左右 已經很不簡單了 你看我們的銀額一直是67億 89.5億 90億 而且你看第二名的普眾 他也是瓶瓶罐罐 賣好多種 案例更是不用說 就是種類非常多 一行就給你奉戲 我們一行就給你奉戲 到了2021 終於 你看134.3億 這也是我剛加入立會的時候 史料未及的 我真的想說這麼貴 我不知道怎麼能開嘴 是要賣什麼 現在才發現 處處是商機 愛漂亮的也是商機 你小心我就是愛水進來 我那時候不是 我想說 他能夠讓我變嗎 哇塞 只要獨自然也不出 只要可以變水 獨自然我也要睡 只要可以變水 那我想 我們立會的卓越 成績 真的是 我想大家是有莫共睹 剛才我們的主獎人也有獎 我們的周其信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健康床 有沒有人推銷過健康床 有 有 還不好 可以 紅外線 還不錯對不對 你可以買 但是這個生意你能不能做 有 為什麼不能做 一歲歲一輩子 一歲歲一輩子 你都還沒掛他那張床還在 請問你10年後 你在賣他那張床嗎 就像有時候我 前兩天我買了一雙襪子 他說有遠紅外線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穿的襪子 你腳會不會痠 我說 那這個好像還不錯 反正就當保健用 他說這個襪子 可以穿10年不會壞 我心裡想說 這樣我使用就好了 千萬港工業這個需要 我早天買你一張的 就算你冷氣好了 冷氣一台你可以賺2萬塊 但是可能他10年20年才換一部 所以我們做生意 其實也是要周期性 而且這個周期性並不會很久 像有人吃30餘的 一天吃一塊 七天他就吃一塊 所以真的覺得 這是我們的優勢 再來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的六大目標 正派正直正面走向正確的道路 永續經營滿足與平衡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 經濟目標健康目標 家庭目標思想目標 社交目標精神目標 還有我們總裁林文鋒講 有緣的人來到立會 有福氣的人會留在立會 是不是 我都覺得我們真的是有福氣 我一向我都跟別人說 我很感謝我自己 他說奇怪為什麼感謝你自己 我說你要感謝你自己 因為你選擇了相信 再好的保養品 再怎麼樣 人家跟你講再怎麼好 你不相信 那有什麼用 但是你今天選擇相信了 你改善了你的身體 改善你的生活品質 改善了你的健康 那我覺得 所以應該感謝的是什麼 當初自己下的那個決定 我決定要吃Hotier一輩子 那我希望今天藉由我的分享 能夠讓大家對公司對產品 能夠有更深層的了解 知道這個產品真的對我們 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幫助 在生活上 在社交層面上 在經濟上 你也可以做一份試驗 那經由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健康喜樂 平安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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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的